PRODUA ASIA 大改款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呢 很多可能已经去看车 去摸车 甚至已经去试驾了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呢 我不会跟大家讲这些外观细节啊等等的东西 而是主要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因为这款车呢 我在星期五拿车 然后我到现在开了三四天左右 开了三百多公里 所以我对它已经有个初步的心得 如果说今天你是打算买这个PRODUA ASIA 大改款的话呢 这一期的影片你就不能错过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 YouTube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 这次PRODUA安排给我们的试驾车辆呢 是车系中最贵的 Advance 版本 也就是接近这个五万块那个版本 首先我先讲我的心得 这辆车值不值得 老实讲五万块有一点小贵 但是它是物有所值的 可是如果讲今天你是想买这款车 但是你不想花那么多的预算去买顶级版本 因为你可能觉得顶级版本的一些配备是多余的话 那么其实 X 版本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那一个版本呢 基本的硬件规格部分 跟这款车是一模一样的 主要的差异就是在这个气囊树 还有一些 Accessories 上面 另外呢 它的头灯组也是 LED 的 也比较符合现在的需求 因此我觉得 X 版本跟 Advance 版本呢 是你在选择 ASEA 的时候比较可以去考虑的两个版本 我自己说我自己的感受 这个 Prodo ASEA 我觉得 Advance 的版本外观是真的有点帅气啦 因为它除了原本的这个轮廓之外呢 还配备了这个日间行车灯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 Piano Black 的空力套件 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还蛮好看一下的 OK 这个不是重点 我的重点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轮圈的尺寸 它采用的是 14 寸的轮圈 全车系都一样 就算你买到最入门的 ASEA 呢 它都是 14 寸 而且 Design 也是一样的 它原厂配备来的轮胎是这个 Toyo 的 Process CR-1 老实讲这个轮胎我试了很多次 我都觉得以这个价位端来讲 这个轮胎的表现是真的很好 它的这个干地的抓地力还不错 湿地的排水也不错 重点是它的这个轮胎的噪音产生并不会那么多 所以其实这款车在开起来呢 其实还是蛮安静的 另外呢 这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目前啦 如果讲是 14 寸的轮胎 它的规格是 175 65 R 14 以这样的规格来讲 轮胎可能在 150 块一条左右啦 如果讲你是要比较好的 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轮胎 例如讲你换一次轮胎 你可以用两年左右 一条轮胎 150 块 四条就是 600 块 这个保养费用还是比较低延的 另外呢 虽然讲这个比较小的轮圈尺寸 让车辆看起来没有那么美 不过它的油耗表现真的是很惊人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揭晓我这几天得到的油耗 在这个车尾的部分哦 这个东西是让我有点难以理解的啦 它是采用这种可以上下调整式的这个天线 老实讲 我觉得放一个那种鲨鱼天线 还有这个车尾哦 好多的网友说这个车尾很难看啦 这个是 审美观的问题 这个是见仁见智啦 我也不去多评价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觉得 这款车有一个很明显在Cart course 的地方 就是这个微灯柱 因为上一代的车型呢 它的微灯柱是 LED 的 虽然讲不是完全的 LED 但是最起码看起来那个感觉不一样 可是这一代的车型呢 这一个完全是卤素灯泡 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在Cart course 呢 或者是downgrade 所以也导致了这个微灯的辨识度没有那么高 这个是我一个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边有个电池法车的开锁方式 你按下去 你就可以打开车尾箱了 这个车尾箱打开是非常经营啦 就算是女生来讲的话 要打开这个尾箱也不难 然后这个尾箱空间 跟上一代对比呢 官方是表示大了5个L啦 我很记得上一代 车型在发布的时候 官方就表示 后面可以塞4个小行李箱 相信这一代车型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点呢 我觉得可能讲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人士的话 或者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出门 要放行李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或者是 如果你是一个grade driver 的话 这个也可以让你在工作的时候 放下你的乘客的行李 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 以这个价位的车子来讲 是不错了的 当然 打开下面是有备胎的 不过这个备胎是铁rim啦 不是full size 还有一点就是下面 这边是有个reverse cam的 这个reverse cam的角度还蛮广的 只是画质就有一点普通 然后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我要吐槽的就是这个 后面的大镜 后面的大镜是没有hitter line 的 这个就让我有一点点惊讶 我才知道原来是有车子 尤其是 hatchback 后面是没有hitter line 的 这个 有点颠覆我的想象啦 当然 网上也许有些网友表示 这个hitter line 我的车子可能 一年用不到两次 我可以明白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子 但是 对我而言来讲 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但是 没有hitter line 有两个好处啦 一个就是你去连tinter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连tinter的工人把你的hitter line 刮烂掉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从照后镜往后看 没有那个一条一条线的视线 阻挡你的视线 我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好处啦 打开引擎盖这里 我们熟悉的1.0L 3缸自然进气引擎 有VVTi 技术 我现在大家听到3缸就会讲很陡 对不对 老实话 这具引擎是有一点陡 但是它的陡动 跟我之前开我家人的Asia 上一代 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车款 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抖动啦 因为毕竟它只是卖一个38,000 起跳到50,000 所以它不是那种贵车 当然如果你觉得50,000 太贵了 而且是三缸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还有个 Myvi 或者 Saga 给你去选择 这个是因人而异啦 自由市场 你要选择什么车都可以 我今天不吐槽它的三缸 我主要是讲它的动力 它动力表现跟上一代车型一样啦 67 HP 91 Nm 只是把 480 变成了 DCVT 变速箱 我以前我是一个很坚定 不认为 Perotua 省油的人 就算我自己的 Perotua 多好 还是我之前开的任何一款 Perotua 的 试驾车都好 都跟省油两个字 是沾不上边 但是这个 ASEA 呢 真的有惊艳到我 因为它的油耗真的是蛮惊人一下的 同样的这个我会放在试驾的部分讲 然后在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我觉得比起 480 的版本 也要好一点点 这个同样会在试驾分享 总之这个 Perotua 我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有一些网友表示 为什么不要换新的 Engine 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辆车他们要尽量的压低成本 所以这个 Engine 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没有办法更换 Perotua ASEA 的这个内装设计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整个坐姿跟这个内装的设计呢 我会把它称为这个 Artiva Lite Lite 或者是 Artiva 青春版 就好像手机这样子 因为整体跟 Perotua Artiva 的这个设计 氛围真的是太像了 而且讲真的 这个设计还蛮好看的 我现在讲我最喜欢的点就是这个椅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椅子的包覆性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就算我的身高 180 亿我坐下去 你可以看到从这边开始 它的支撑性包覆性是很好的 尤其是这几天我真的有开这辆车跑一下长途 这个椅子的支撑性跟这个发泡棉的厚重呢 真的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感受 而且它是这个皮革加这个 Alcantara 的设计 看起来好像蛮 Attached 的是不是 其实对于这个内装我有战场有想要吐槽的地方啦 战场的地方就是这边有这种 Carbon Fiber 的四条 看起来质感有让它提升一点 然后顶级版是采用这个 Digital 的 Adcon Panel 看起来也比较的 Attached 一点 然后最大的点就在于这两个萤幕 半数位画语表跟这个 9 寸的出屏足迹 虽然讲你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呢你要想象一下可能有一些的朋友 他们可能开着比较旧的一点的车 他们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真的会让他们有一种惊喜 就好像我们的小片 我们的小片也是订了一辆这个 Asia 的 Advanced 版本 因为其实它是开一台大概有 20 年的 Saga 对它来讲从 Saga 换来这款车的话 这个内装的设计会让它觉得 是一个 New Generation 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萤幕跟这个主机 它真的会让很多人有一种 我进化了的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设计是很好的 但是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就像我讲的你可以去 S 的版本 然后这个 Asia 的 Meter 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贴心的功能啊 就是讲你在打去 R 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小图标 你的 Staring 转左它就会转左 你的 Staring 转右它就会转右 它会让你知道你的 Staring 在什么方向 因为我相信很多驾车的朋友 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 像你在转 Staring 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忘记你的 Staring 打哪个方向 你的轮胎在哪里啊 所以这个图标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看到 你的轮胎在哪里 我觉得是一个蛮加分的小功能啊 那功能其实在 Ativa 跟 Alza 上面都有 接下来呢 你再往上看这边 这边是有一个 Simbelt Reminder 我 是第一次在这样子价位的车子 看到有这个 Simbelt Reminder 啦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哦 然后重点是前面有一个 Atas 的这一个 Sensor 也就是讲它是支援一些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 像是这个车道便离警示辅助 然后还有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然后还有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这些功能我觉得在这样子小车上面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你在十年前你买车 可能连 ABS 都没有 但是现在同样价位的车子 尽量给到你这种 AB 啊 然后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真的不得不看这个科技的进步 当然也是厂商的诚意啦 因为目前在这个价位的车子里面 应该就只有 Produk 会给到你这样子的东西 OK 我讲完了好的地方之后 我就要吐槽它了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想看我吐槽 所以我就吐槽啦 我要吐槽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内装 是真的有点 Plastic 它除了这边有一个比较雾银的材质点缀之外 基本上看不到皮啊或者是布等等 中工台全部都是硬的 连本板一点皮都没有 因为基本上顶级版本的车型 本板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皮 给你做点缀啊 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Plastic 感是比较重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形状 这个 Texture 这个 Texture 讲真的 也我觉得也没有很美啦 而且我也不知道用途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它的唯一用途就是你的指甲可能不平了 在这边可以磨一下咯 就是这样子 总而言之这个内装设计 我是喜欢的 但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做好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分啦 坐在这个后座的空间呢 我完全没有察觉到 这是一辆轴距25-25mm的车子 因为我觉得后座的空间表现是有一点小 但是它是真的小吗 我经过了研究之后 我发现了几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它后座之所以小 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啊 它之所以小可能是因为前面的椅子太大 然后加上这一代AZIA的这个前面两张椅子的这个前后滑衣的距离 比起上一代车型更长 所以导致了它这个后面的空间有点压缩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坐的比较直的话 我的脚部空间是还OK的 有超过两个拳头 但是我的头顶就没有办法 它完全是顶到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必须坐鞋一点才勉强可以讲舒服 然后后面的椅子同样的也是这个皮革叫Alcantara 不过相比起前座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发泡面积是比较薄一点的 比较单薄 尤其是这个椅背 所以坐下去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支撑性 不过还好啦 它还有这个Isofix 还有这个TopTrader 也就是讲你可以放着一个baby chair在后面 然后它这边这个骨鞋面积也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中间虽然后面是可以坐人的 但是中间基本上就是坐小孩子啦 然后这个后座是真的有点薄 而且它也不支援这个64分离的椅背倾倒 如果你要的话 只可以就是做它的一个整片椅子刀瓶 就是从这边拉一拉整片椅子刀瓶 给你放一点比较大的这个物品 不过还有一个有点就是它这个后椅头枕呢 左右两边都是这种可调整式的设计 所以勉强可以提高一点你的舒适性 你要知道像是一些车款 然后Saga 甚至是Persona 呢 它后面的这个头枕都是不可以调整的 所以会影响舒适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调整的 确实会有一点点加分 但是整体而言整个后面的空间表现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 不过它还是有柔点的 就是这个 Tedaleco 这个马来西亚人的最爱 因为你应该会去打包Tedale 或者是Ted Oping 或者是Copy Oping 或者是Copy Bank 你都可以调在这边 这个东西可以承受3公斤的重量 Good 在这个试驾的部分呢 我要先讲一下这辆车的这个油耗表现 该我卖了那么多关子 就是要讲它的油耗 我现在行驶了313.3公里 然后我的油升半缸 我的油耗是15.4km per liter 可能你会讲这个油耗好像没有很出色对不对 但是你要明白我行驶的路况是什么 首先一开始我是从这一个Rawang 冲回不个家里有大概40km 然后之后我在Sleep Darling 还有PJ塞车塞了快两个小时 而且我是遇到那种下大雨 加上这一个放工时间的这个车流量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是多么的塞车 塞了快两个小时 然后加上今早呢 我还开这辆车去引顶 而且是全程是以S模式上山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油耗 已经让我非常惊艳了 才半缸 然后我个人估计如果我以这样子的 驾驶方式维持下去的话 我这一缸燃油我可以行驶450km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出色的油耗表现的 而且讲真的会买到这样子 价位车子的朋友呢 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油耗 油耗表现 不过这个油耗表现是英文而已 所以做个参考 我个人觉得这个油耗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挑剔了 真的太出色了 尤其是一次这样子在PJ塞车 还可以拿到15.4km 这个真的是夸张透顶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这个引擎跟割印了 引擎方面这个1.0公升的 自然进去引擎跟上一代的车型 基本上是一样的啦 它的动力输出是一样的 它的扭力也一样 架起来起步表现它没有因为它是CVT 而变得特别的轻快 其实在起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比较乏力一点的 而且起步的时候引擎的声浪会比较大声 OK 我现在稍微深吵一点油门 大家听一下这个引擎的声浪 这个防火墙的隔音并没有太好 但是它的底盘隔音就比Myvi 还有上一代Asia 更好 上一代Asia 尤其是在这个 有石头弹到底盘或者是下雨的时候 从后面传来的这个声浪是真的很明显 那种水声啊 弹吊声那种当当当的声音 很明显 这个Asia 没有 Asia 的底盘是真的隔音 会比Myvi 跟Asia 更好 只是在防火墙隔音就输给Myvi OK 接下来我们去讲它的引擎动力表现啊 在时速30km 过后 你才会感受到它这个轻快度 所以 你讲它是一台比较适合市区 慢慢驾驶的车款吗 它是的 不过我发现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台车在开车的时候 你的时速超过110km 的时候 它的引擎动力会突然间有一个 比较澎湃的爆发 让你觉得它可能像是一个1.3L 的引擎 这一点就要归功于这个DCVT 变速箱 因为DCVT 变速箱在前面它是CVT 后面是齿轮 它换去高速齿轮之后 它的RPM 会降低 它的扭力也会更加的澎湃 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加速表现 我上引顶跑Carra Highway 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使用这个齿轮加速的感受 所以人家会讲 欸你的车很快耶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变速箱在作怪啦 整体而言这个车的动力表现 我觉得是在足够使用的范围啦 但是前提是你可能像我这样子 我跟Arian 两个人在车内罢了 所以 呃 如果你载满人的话 昨天我也是有试到 载满人的话 这个动力表现会有比较的 嗯 不足啦 所以这款车很明显瞄准的 其实就是那种小家庭或者是单身人士 动力绝对不是它的强项 但是会比起上一代更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讲到这辆车的操控跟舒适表现 如果你是开过三代Maivi或者上一代Azia的朋友呢 你应该会发现Protor的悬吊会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弹跳 尤其是后轴非常非常的弹跳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在Azia上面被 嗯 被修正了很多 它后面的悬吊最起码那个舒适性是我可以接受的 就好像现在我在走着这一个Pump 你可以从画面看到这个抖动不是很明显 然后在走这个黄线的时候 它也没有那种咚咚咚咚的感觉 它会比较能够把车辆的碎震吸收到很好 这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出自这个DNGA平台的关系 因为更高刚性的这个底盘 它对于吸收碎震的能力 或是吸收余震的能力也会比较强 上一代的底盘是比较软一点 这一代的底盘刚性就很够 另外一点我觉得它的这个舒适性比较好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前座的椅子 它的发泡棉比较厚重 其实比较厚重的发泡棉也会吸收掉这些震动 现在这个震动我真的是觉得是还蛮舒服的 然后你觉得OK吗这个震动 OK啊 做到还是很舒服 做到还OK哦 就是它不会有之前Myvi或者Asia那种 抖抖抖抖的感觉 最起码你做到它是舒服的 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它的这个舒适性是有进步的 至于操控表现怎样 我可以讲真的是不错啦 它是目前ProDual的Hashback里面 就是Myvi Asia啦 或者你放Pesa进来都可以 我觉得它的操控表现最好哪一款 所以大家听到Keyword啊 我讲它的操控表现好 是跟ProDual自己的车款比啊 首先会营造它这个出色操控表现的原因 我觉得是它底盘的这个离地高度 上一代的Asia离地高度是160mm 这一代的Asia离地高度是140mm 是目前我知道的车款里面最低的啦 这种一般的民用车 不算跑车在内 它是最低的140mm 所以你看起来 你会觉得整辆车的重心很低 然后在你弯道的时候 OK啦它那个悬吊还是会有一些侧倾在 所以在你弯道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侧倾在 毕竟这辆车真的不是什么钢炮 不是什么Sport Car 有侧倾是可以明白的 但是整体的表现就会比我 之前开Asia 或者是开Myvi 上云顶的时候更好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 就比它接近Artiva啦 你要讲它的反馈 灵敏是没有啦 它但是还是算及时的 你看我现在在做蛇行 基本上这个车头的指向性 是可以跟着Staring 一起的 算是灵敏 所以整体而言 操控表现是目前Produver的 这一个Hatchback 或者Satun里面的第一梯队 它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去跟Saga做一个对比 Saga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Saga 的底盘比较厚实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City Car 的关系 所以它的底盘的厚实度 就不会像Saga那样有点偏欧系 是偏欧系啊 不是接近欧系啊 偏欧系的感觉 整体而言 这个驾驶感受 我觉得它从上一代 Asia 的交通工具 变成了一辆车 偶尔你要去Pack一下玩 它还是可以带给你那个 不错的驾驶感受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吐槽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点我真的很不能接受 这样比起那个 Engine 声音很吵 然后这个 CVT 起步没有什么力 然后这个噪音比较大 这些我觉得都不算缺点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是这一个 Power Window 它的 Power Window 有 Auto 到 但是没有 Auto Out 这个真的很不方便 好啦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 Prodo Asia 的私家分享 如果你是把影片从头看到我的话 你会发现到这一期影片 我有很多吐槽的地方 但是不代表这辆车不好 这辆车如果满分 100 分 我会给它 70 分 至于上一代的 Asia 我会给它 60 分左右 虽然讲这样子的车款 很多的消费者对于它的需求 只是 Point A to Point B 的工具 但是我觉得这一代的 Asia 呢 它提供的功能 还有它的实用性 已经多过于它是一台工具 对我而言它更像一台车 因为它总有了一点点的驾驶乐趣 尤其是它云顶的表现 真的让我很深刻 然后甚至在云顶的时候 还有人跟我讲 诶 你的车很快哦 没有想到 Asia 可以这样快 所以我觉得这一台车 是真的是蛮让人有惊喜的地方啦 但是它不足我地方也有很多啦 都还是那句话 5万块我觉得它是物有所值 但是有一点小贵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是不是 你只是去看它的配备 它真的值得那5万块 可是5万块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价位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 都还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台代步工具的话 那么可能 G 跟 S 版本 就很适合你了 因为那两个车款 没有太多花销的配备 而且价格也比较实在 然后这款车呢 它让我觉得它是一台很称职的家庭用车 油耗真的是超级的低 这个真的让我很惊艳 除此之外呢 我也觉得 Pro Duo 真的改变了我们的行业 在10年前 你买到比较入门的车款 可能连 ABS 都没有 但是在这个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你这样可以看到 Autobrake 这样子的功能 它真的已经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不管你喜不喜欢 Pro Duo 都好 你都不能不去承认 它们是真的很有诚意 至于值不值得买呢 看你自己想看哦 买到你自己喜欢的车最重要 不要听人家讲 这辆车好还是不好 就影响你的决定 那个是不对的 你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啦 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